接下来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参加70年来首次举办的铁人三项 高雄市体育会主办及所属铁人三项委员会承办 高雄市体育协会协办的2017年黄埔金汤全国铁人三项竞赛 在陆军军官学校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 在暖暖的东洋中热络的登场 我是就读陆军官校管理科学系的林一新 然后此次是参加铁人三项的接力赛 然后是负责脚踏车的部分 对然后参加这次接力赛主要是想挑战自我 然后也是利用平常训练 然后来展现在这次的铁人三项上面 平常是利用我们活动中心有一个健身房 是我们最近新建的 然后里面有相当多的脚踏车的健身器材 那平时就是利用那个健身房的器材来磨练自己 然后还有平常的学校的体能训练 在运动上面就是不断的挑战自我 有一句英文是说 You never try you never know No 对 就是你没有尝试过自己 没有挑战过自己 不会知道自己的能耐及极限 骑脚踏车 其实这次的脚踏车是四十几公里 是相当长的 那在中间一定会有累的时候 可是就是不断的抵立自己 要不断的往前往前行 有就是在磨练的时候 我们都是互相加油打气 然后心里也会想要永不放弃 脚踏车方面是因为平常我们学校训练 就是在训练跑步的方面 那脚踏车是自己没有尝试过的 所以想利用这次机会来多加磨练自己 竞赛前所有的选手 齐聚黄埔湖高唱国歌 为热血活动的黄埔金汤铁人赛 揭开了序幕 这是台湾铁人三项运动界的大突破 陆军军官学校 及全亚洲最大的军事训练学校 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 70年来首次开放举行铁人三项活动 时报新闻王天伦 陈一上高雄蔡博老